演習嘛 四童作戰嘛 求個逼真嘛 結果今天為什麼被人家罵說像這個 扮家家酒一樣 我們先來看 空軍F16跟IDF戰機飛過天際 火焰球從天而降 壓制敵方 替屏東的漢光28號演習 揭開訓練 台陸軍聯手登陸作戰 緊接著H6砲車跟公兵車火力全開射擊 掩護登陸兩棲隊員 後方的突擊車確認清除障礙後登陸 兩棲特檢隊可抢時代上岸 探觀28號演習 在屏東交路堂海岸的兩棲登陸作戰 海陸空總動員6000人 其中這兩名七年級女通訊兵格外洗衣 第一次來的時候跑得就是 差點扭到腳這樣子 我們這次是在冬天 所以海水還滿冷的 所以就是最 就是冬天要跳水是一件滿痛苦的事 同時間進行漢光28號軍演的 還有台南的洗術海灘 以探案戰鬥跟反擊作戰為主的演習 但因為時兵不時彈 民眾抱怨好像在半家家酒 很像在演習 原來台南的演習 地面全是用空包彈 軍方用煙霧跟喇叭播放槍爆聲 代替槍能帶有的戰場 難怪民眾大失所望 但軍方也動員了780人 即14輛M48擁虎戰車 雖然沒有子彈射擊 國軍弟兄還是重裝上陣 只是軍員沒實彈 臨場感就是差了一點 難怪民眾有所抱怨 週刊新聞蔡仲勳 來關照紅佩如 坦南屏東綜合報告 所以連福兄 你看起來有覺得像半家家嗎 今天的這個所謂 不管這個哪一個媒體 大部分除了這個正妹 這個有那個吸睛亮點以外 有三大笑點 笑我對 漢光演習大概有三大 第一個就是剛才這個 蔡耀雄講的這個後備軍人 這些老百姓被操得要死 大家罵了心裡很不爽 第二個笑點是 很多軍事民一大早五六點 就去排隊 就準備去拍照 結果拍到四隻狗 四隻流浪狗 看著一群大概八九百個士兵 在那邊演習 那隻四隻狗好像無動於衷 走來走去 結果軍事民就拍那四隻狗 所以叫做狗不理 不理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第三個笑點就是說 看了這場漢光演習以後 跟我們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完全差異很大 好像我們在看陣頭 看廟會表演 有紅色的煙 白色的煙 黃色的煙 還有罐頭音響 棒棒棒 還有其他的一些 好像戲劇的那種音響效果 我是裝甲兵出身 我當年是當牌長 率領四輛戰車牌 下基地我們還真的 那雖然是二次大戰的M24 真槍實彈 打砲 或者這一個 打這個破擊砲 或打這個戰車砲 武林機槍 棒棒棒棒 非常有震撼性 非常槍林彈雨 可是我看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就變成好像 大家在辦家家酒 在兒童在遊戲 這我們看看 幾十年前 蔣介石總統在的時候 所謂反攻復國 當時登陸的時候 有紅軍 藍軍 大家真的是玩真的 而且演習似同作戰 誰敢開玩笑 搞不好就是抓去 降級或者槍斃 這種處罰都有 可是這一次演習看起來 好像就大家是在 辦家家酒 辦兒戲而已 所以這個是 很讓人家失望的一點 而且蔣介石 所謂的 因為我們女生 真的不懂 演習的時候 一定要用真槍實彈 這一點有那麼重要嗎 這個很重要 才會有避這個 以前我們這個 施對抗的時候 真的也是用橡皮的 橡皮的 但是後來刺刀 還是真的上 而且也砸死人 後來就這樣子 這樣對嗎 對 而且戰車 有時候再撵來撵去 也撵死人 這樣對嗎 幹嘛 他沒辦法演習 視同作戰 那時候我們都是 南北軍這樣對抗 所以這樣才會逼真 真正的才能夠逼出 好的戰士出來 不行 時代不一樣 現在要是敢這樣搞的話 家屬都已經要去 要抗議要幹嘛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馬英九不太注重這個 他已經四年 不太來打氣了 因為好像可能出生在 這個女生宿舍的關係 對這個陽剛的東西 沒什麼興趣 這一次在胡維珍 高華柱他們陪伴之下 去看了 但是整個四百公里的這些 激動的這些重裝的部分 這個有效的射程裡面 他竟然只花了六分鐘 好像不太重視這個國軍 不過馬總統今天近距離 我們看晚報出來說 近距離的市島漢光演習 這好像四年來第一次 這是馬總統在今年漢光演習 最接近演習部隊的一次 今天上午玉寧有很接近 馬總統來看整個視察演習 就會在現場 有真的什麼六分鐘快閃這種事嗎 老實講蠻接近的 因為我們在 我們也知道 就是採訪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會在現場 要事先準備好 所以我們大概等了蠻久的時間 我們大概待的時間 都比馬總統真的長很多 那馬總統基本上 就是他車隊來之後 那他下來之後 那這個指揮官 這個298旅旅長 跟他就是大概整個狀況 介紹一下 那之後就是 整個298旅部隊要發動反擊 所以他部隊就這個 包括汗馬車啊戰車就發動 然後直接車隊就開出去 那開完之後呢 這個我們記得大家 他拍完了準備 再接下來什麼 就看他馬總統已經準備要走了 哦 對 所以真的是 大家也會覺得 真的就這樣來一下 然後看完就 你們也嚇一跳 對對對 因為我們總覺得說 既然總統都已經來了 其實應該可以說 比如說附近的這個官兵對不對 尤其是這個塗著偽裝迷彩的 這樣的一個官兵 馬總統跟他這個 這個稍微交談一下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 都效果都會很好 可是發現他真的就是聽個簡報 那當然後來國防部 他有這個 這個澄清說 事實上可能在我們那個 採訪的地點之前 他已經去看過部隊了 所以到這邊來之後呢 就是最後一個部分 然後部隊出發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這六分鐘 對 事實上不是只有這樣 那當然 可是以我們在現場採訪 當然大家一定會那麼說 真的就來去衝衝 有點 這個有點像現在年輕人流行 叫什麼快閃一組對不對 就來一下馬上就盤走 的確是會有這種感覺 不過紀元兄今天這幾位都有講到 這次看到的武器好像也不是說多 怎麼樣怎麼樣 最吸睛的是那幾位 這個女性的經國英雄 是不是 但是他從天上掉下來 臉上都塗得這樣 我也看不出來 他長得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次主要就是反空降演習 有一位UH1H的女飛官 叫楊韻璇 她本身蠻漂亮 我們現場記者媒體看到都覺得 哇這個女飛官 你有看到她沒有迷彩的樣子嗎 沒有她整個就是很英姿 煥發的變裝 真的是花木蘭 對對花木蘭 看起來大家就覺得很羨慕 另外就是有兩位這個女空降兵 她們是雙胞胎 我猜她們應該是美女啦 只是她們偽裝技術太好了 臉上都是這個迷彩 所以看不出她本人的樣子 那比較特別 不過女性擔任這個軍職 其實在國外 她是只是實際打仗的 比如說去年 去年像這個美國空軍 住在這個阿富汗戰區的一個 美國空軍戰轟機的組員 從飛行員兩架飛機四名飛行員 還有地面上做計畫的 還有掛彈的加油的 全部都是女性 全部 對 全部沒有任何男性參加 包括這通訊 這管制作戰 這是故意要一支女裝部隊嗎 對 這是美國空軍 她官方公開 這是第一次完全有女性執行的 實際的戰轟任務 可是全部由女性來執行 有什麼好處嗎 她就是凸顯出 美國女性在這個部隊裡面 不只能做一般的後勤或文書工作 在前線打仗殺敵 這種勢裸裸丟炸彈的任務 美國女性照樣能做得出來 那代表有凸顯出 美國空軍重視女性 而且提供一個更公平的競爭機會 讓女孩子去表現 這一點倒是值得 各國的女性軍事觀 好好思考 美國女性真的是不一樣 不過今天這個叫什麼 他們是閃兵還是什麼 從天上這樣降下來 然後臉圖這樣 你也搞不清楚 那是像安潔麗娜球莉 還是像周潛林 不過連福兄 如果女性要去處理很多 這個軍隊的這個任務 不是有很多 譬如說那什麼炮筒 要弄個炮進去 什麼什麼都很重的 吃得消嗎 我上次到金門 就金門防衛司令 招待我們去視察金門的 當時這個接待的 就是女性的這個事官 現在我們軍中 大概一個聯隊裡面 或者一個指揮部裡面 大概有大概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從軍人員 他們大概是做一些比較簡易的 除了有一些戰鬥部隊 我想有所謂海軍陸戰隊的 這個營長 也有所謂駕駛直升機 或者從事戰鬥直升機 或者運輸機 這樣子的一個戰鬥任務 其他大部分都被安排比較 所謂行政職的或者勤務職的 這樣子後勤的一個部隊 不過因為女兵跟男的士兵住在一起 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說還是在軍中 女性的地位跟女性的一個角色 時常有時候對一些男性的同胞 還是有一點綁手綁腳 不過我想這是一個 未來台灣募兵制 男女共制去做這個 同時一個所謂的軍事任務 我想這已經是一個 稀鬆平常的事情 所以囉 剛才新聞畫面 我們有看到記者在那邊賭麥 在問小妹妹說 長大要不要開直升機 他說要啊 不知道他也搞不清楚直升機是什麼 不過可能以後真的會有 越來越多的女性軍官的開直升機 但是人真的被送上戰場上 有時候他的腦袋 他的想法真的都會變 才會做出來一些 我們現在在外面看起來 覺得很脫序的事情 馬上回來 照片又放了美軍 疊過頭像是忍住笑 他肩膀上出現一隻手 擺出拍間的姿勢 後方還有一位同僚入鏡 乍看這張照片沒什麼問題 但原來他肩膀上那隻手的主人 是一名阿富汗死者 諸阿美軍涉嫌 侮辱阿富汗武裝人員 屍體的照片 還有這一張 一群士兵和阿富汗官員 提起自殺式襲擊者 在爆炸中遺留的雙腿殘肢 中間幾位美軍露出輕挑的微笑合影 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這一批照片後 立刻引發軒然大波 據指出這是美軍第82空降師 第四旅戰鬥隊一位士兵 匿名提供該隊兩年前拍攝的照片 美軍高層曾經施壓報社不要刊登 因為今年以來 諸阿美軍不斷闖禍 先是爆發焚燒可蘭金濫殺平民 這回侮辱屍體照片 恐怕又讓美阿關係緊張 美國總統歐巴馬已經下令徹查 嚴懲涉涉案士兵 中間新聞綜合報導 蔡英雄一個軍人怎麼會做到這樣 去這樣子對待一具 還不是一個人還是一具屍體 對 美國這五六十年來 真的都是在錯誤的時間 在錯誤的地點跟錯誤的敵人 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 從韓戰越戰到現在 阿富汗也一樣 這個阿富汗這個是一個自殺攻擊的人 他已經整個人已經身亡了 你還把他的雙腿抬起來 大家來拍照 而且總共拍了18張 這個是情何以堪 而且主要是這些兵 真的他們沒有什麼宗旨 為什麼不知為何而戰 不知為誰而戰 這個是最大的苦悶 然後他們這一些苦悶 沒辦法宣洩 只要怎樣 就來侮辱這些屍體 不然就來魂迴他們的可蘭經 回教他們的可蘭經 不然就是用屠殺 莫名其妙 有時候連大人小孩婦族也屠殺 這樣子來宣洩 主要他們最後人格的背景 第一點就是因為宗教的不同 因為宗教他們總認為基督教是最優秀的 十字軍東征就是這樣子 把自己的價值觀要強加於別人的生長 第一點就是宗教問題 第二點就是因為 反恐的這個目標 組織 動機 根本不明確 而且你在阿富汗這個地區 你根本白天你看到的這個是一個私兵 但晚上他可能又是變一個平民百姓 但是你敵我不分 常常這樣子又被誤殺 所以累積了這種怨恨 所以讓他們產生這種扭曲人格 這種異常行為出來 不過紀元先生 我們畢竟是真的沒有 沒有真正的經驗過戰爭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那你不要說是這些軍人了 像我認識的比如說AP美聯社的記者 他們真正跑去阿富汗 待過兩個月再回來的 那是每天做噩夢 還要去看心理醫生的 對 我想這就是戰爭的殘酷扭曲的人性 那不只媒體記者 可能他這個從戰場回來 長期他有一些這個後遺症 比如手會發抖或精神妄想 那在長期在那裡的士兵 更是精神一大煎熬 特別美國這些士兵 大概都十幾二十歲左右這些年輕人 在不知為何的戰狀況下 到當地上街可能會遇到土製炸彈 然後有時候挨冷槍 在這種長期緊張又恐懼的狀況下 自然而然他們這種脫序行為會發生 比如說前一陣子是槍殺一堆 阿富汗老百姓的一個士官 他本身是一個很有名的部隊出身 第25步兵師 他是美國的紅色閃電師 相當有名 不過這個師從越戰 到現在阿富汗戰爭 其實都發生過很多次 這種屠殺老百姓的事件 證明了戰爭這種高緊張狀況 其實對這些年輕人來講真是一大煎熬 那不只在戰場煎熬 事實上回國以後 那是另外一個煎熬的開始 他可能沒有辦法適應正常人的生活 在美國這社會 所以後續在美國一些戰爭後遺症 其實很嚴重 包括這個輕則精神妄想 或者有自殺憂鬱 那重則可能對自己的家人朋友造成傷害 那成為一個美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都看過很多軍事戰爭片 所以那個裡面的那些心理狀態 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真的感同身受 但是呢 玉寧他們這樣子在前線的 這些照片這樣傳回來 他們不怕更加的惡化 已經有了那種恐怖戰爭嗎 我想這個主要是因為 一個我覺得是因為 也是這種資訊化社會 因為這個傳的非常方便 上網的方式非常方便 包括YouTube這些東西 它會傳上去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 其實跟這個阿富汗戰爭 或者伊拉克戰爭 它的時間多長 其實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回顧這個歷史去看的話 像越戰期間 為什麼有很多這樣的類似事情 就是那個戰爭打很久 一個軍隊事實上來 我們知道就是說 它基本上是打仗作戰 也就是說它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殺敵人 那在戰爭的時候 當然就你來我往之間 很正常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當你比如說把這個戰爭 已經上這個阿富汗戰爭 算是打完了 伊拉克戰爭算是打完了 你部隊駐軍在那裡之後呢 你面對就像剛剛紀文總編他講的 就是說有時候你很面對 就是一些爆裂物的問題 然後被人家放冷槍 其他的時候你可能就是戰衛兵 然後或者是巡邏 或者是跟當地 比如說阿富汗的這些人民 去他們溝通這些部分 你變成是又恢復到一個 比較正常的生活 那相對於你在之前作戰的時候 你可能是今天我殺了好多的人 然後好多的敵軍 或者是說今天還跟我這個 把酒言歡的同袍 明天被炸死了 然後一個跟你很要好的 一起從軍的人 然後也後天就突然間死掉 這樣一個狀況來講 那個反差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到突然間你整個平靜下來之後呢 就包括一個就是說 可能是他的要好的同袍 然後被這個炸死之後 他可能就心理上就覺得說 好你們這些都是敵人 因為你把我的最好的 要好的朋友殺死了 所以我可能就有一點這種 報復的心理就會出現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那邊久而老實講 我們講說部隊來講 如果說沒有作戰這方面 久而其實他開始無聊 他也會無聊 因為沒事做嘛 每天反正就是上哨 然後巡邏這些部分 那你慢慢再加上說 剛剛提的 很多可能是十九二十歲的年輕人 他沒有事情做了 真的還是孩子呢 對 然後在家鄉 可能還在混爸了 對沒有錯 那可是另一方面來講 他已經是殺過人的 這個我們一般人都沒有的經驗 他已經一個很極端的經驗 他已經有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下來講 他就很容易會有一些 脫序的狀況發生 而且事實上我相信 這些PO上去的這些人 他可能都不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因為甚至就是包括 當然也有剛剛講說 也許是有一些宗教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更多是很多心理 就是說他調適不過來 他的好朋友死了 然後他也許是想報復 第二個就是說 包括像從韓戰從越戰 到這個阿富汗跟伊拉克 其實很大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美軍清場的時候是分不清楚 誰是敵人 誰是一般民眾 常常說我打死了之後發現 你誤殺了平民 然後被罵得要死 被罵得要死 可是一方面 你又不小心就被人家暗殺掉 被人家狙擊掉 他竟然是塔利班的士兵 所以你會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也會造成他們心理上不平衡 他可能就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然後也會造成說 有這些脫序的行為發生 其實不是光只有美軍 伊拉克 以前什麼國共內戰 什麼南京大屠殺 我們都聽多了 這也不是只有他們會這樣子嗎 連副兄 像阿富汗當時除了美軍以外 之前的那個俄羅斯 當時他也是派了大兵 而且是用最好的 這個俄國的最好的武器 結果到最後打了八年